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婷自觉目前身体不好做理由 委婉拒绝 经过神道师语道寂寞的说明 同意让两人在民府停留一天 等待消息 情报9 婷检月身中的剑 可能曾经沾染玉兽之血 所以让婷检月伤势变严重 更出现感染的症状 经过医生处理 暂时稳定 情报10 婷检月清醒 得知舅舅身亡 而且下杀手之人 可能是云上雀 听到消息 检月气到吐血 云上雀看此情况 尴尬离去 之后检月请求红心 帮助云望然 给他一个辩解说明的机会 红心拗不过他 只好答应 情报11 霞蒙天下内 众人开会讨论 宇文精武推断 云广林身往前 必定与谭吾玉说了秘密 表示要关注谭吾玉动向 必要之时 先下手为强 红心表示 是否要给云望然一个辩解的机会 却遭到宇文精武强烈驳回 情报12 重伤重毒的云望然 经过喉喉的救治 终于恢复 但因失去父亲的伤痛 让妄然失去冷静 在谭吾玉的一巴掌之下 云望然恢复理智 才了解到当前自身的责任 于是先自己一个人稍微静静 情报13 从谭谭与侯侯两人对话中了解到 之前紫云建廷救援战中 谭谭已经事先前往密室 取得了云广林留下的线索 了解到云广林胸口印记由来 与云望然的身世 这些真相 日后才会再慢慢告诉望然 情报14 云广林留下的线索 记载着一个一元之地 有一股庞大的异样真气 也许此地是环界维系的关键所在 在跟侯侯讨论后 两人决定分头行动 情报15 云望然独自一人静静 回忆其与父亲的种种回忆 这时应不容出现 使用歌声幻影 引导者云望然 并让他看到了父亲与大哥的幻象 因长恨无将发觉云望然怪异 追了上去 并叫醒了望然 才破除了这个幻术 在与侯侯谈心过后 妄然决定加入谭吴玉与长恨无将的行动中 随后展开计划 情报16 云望然大地图赶路 背后应日提注视观察者 此时长恨无将出现并发出警告 没想到应日提直接动了杀面 要杀除侯侯这个障碍 究竟长恨无将是否可以顺利击败应日提 就请静待下集分晓 情报17 红欣一个人在霞蒙天下中弹琴 因深夜看到灵眼还四处走动 感觉疑惑 所以到梁仓观看 意外看到蒙灭人进入到密室中 红欣随后也潜入 竟然发现霞蒙天下附作 拿出寿路济世的断掌与玉兽尸体 正在做实验 究竟红欣会发现何种不可告人的秘密 就请静待下集分晓 情报18 谭吴玉独自一人先行探索一元之地 来到外围 宇文精武栏路 表明为了不让谭吴玉知晓秘密 决定要在这边送谭谭下线 究竟谭吴玉是否可以顺利击败宇文精武 就请静待下集分晓 情报19 冥府纸冤中 神道试用无玄蝶道具 在冥府中探索 一直探索到了深层密室中 没想到机关蝶早已被北黄印察觉 落入圈套中被困住 情报20 密室里囚禁者一人 经过北黄印古白 原来此人正是六十玄耀的命军部罗 因北黄印擒捉到命军 所以掌握者目前还见一切 究竟北黄印有何阴谋 就请静待下集分晓 那么以上是本次简易重点情报在此做快速说明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我是焦焦 我们下次见 拜拜